哈囉大家好 那現在夏天到了 太陽這個非常強烈 那如果我們在這種空曠的地方 不管是在路邊也好 在公園也好 那這個一定都是非常熱的 那很熱的話大家會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用遮陽傘 對不對 那我這邊剛好有一支很大的遮陽傘 我們就會把這張閃拿出來用 不然在這種大太陽底下 你怎麼受得了 哇這樣涼快許多了 可是 雖然他把太陽遮到了 可是呢 這個這樣閃最主要就是靠這一塊布 那這一塊布呢 這個被太陽一曬會變得很燙 那很燙的時候 它這個輻射熱也是到你臉上 因為我們 我們是站著 剛好它的位置離我們臉部不到50公分 所以這個 就等於就是說 用這個布啊 再來烤我們這個頭跟臉 那當然你如果說 蹲下來可能會涼爽一點 可是 可是你總不會蹲下來吧 你總是站著比較多吧 那這時候 如果這個溫度啊 能低一點就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 遮陽傘它的一個 內圓 如果曬了 幾分鐘以後 它溫度會升到哪個溫度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個剛張開不久嗎 好幾度 55.6 55.6 好 溫度算蠻高的喔 好 而且各位可以看到今天風還算蠻大的喔 好 我看一下 平均大概都是55度左右 好 那我們 我們經過這個 五分鐘 好 看它大概 會到達幾度 好 好 那等於說 如果說它現在是以55度好了 那你人就是 接受這個55度的這個 熱風在烤你 在輻射熱在烤你 好 那當然啦 你上面五十幾度風吹過來 其實風搞不好都沒那麼熱 好 風頂多大概 三十六度 結果上面竟然是五十幾度在烤你 好 當然 除非我們的風啊 就要架高一點 好 架高一點也是有它的問題 架高一點的話 風的話容易把它吹倒 好 所以我們也不可能架太高 頂多是 大概這種兩米高 好 好 那我們再等一下 等這個幾分鐘 看它 溫度有沒有 再上升 好 那我們現在大概過了五分鐘了 好 我們再來測一下 溫度有沒有上升很高 好 一樣是測同樣的地方 多少 五十五點四 好 五十五點四 差不多 差不多 頂多 一度左右的差距 五十六點四 差不多一度左右 所以說 這個 你那個傘 一蹭開來 溫度上升得非常快 但是呢 它並沒有因為這個 時間的增加 那 溫度就不斷飆升 頂多差個一兩度 那 差個一兩度也是很熱 今天五十五 五十六五十七 都是很熱就對了 那 我們是不是 有一個辦法 可以將這個溫度 降低一點 不要那麼熱 那 我 我這邊有一個東西叫做 雙層鋁箔隔熱膜 那我們把它 覆蓋上去以後 看有沒有達到降溫的效果 好 那我準備把這個 這個鋁箔的熱膜 好 那 我們現在 各位看一下 我們已經把這個 雨傘 都鋪上一個 雙層鋁箔 那 我們來試驗一下 他到底有辦法降溫多少 剛才是五十六度 對不對 好 我們再來看能帶給我們多少的這個 涼液 多少的一個溫降 那 可能也要稍等一下 因為他 剛才這個 布 不是被曬到五十五度嗎 對不對 哈囉 阿妹妹 你站在這個 貼了鋁箔隔熱膜的 陽傘下面 有沒有感覺 涼爽很多 有 差很多 差很多 對不對 太涼爽了 對啊 因為這個 陽光 幾乎百分之九十 都被這個 鋁箔 給他 反射走了 那 熱就無法 這個 透過這個 雨傘布 然後 浮射到人的身上 那我們 再來測一次 那個 雨傘布 表面的溫度 好了 我測到的溫度是 四十七點一度 始終維持在 在四十六四季 我測到的溫度大概就是 四十六度嘛 如果是測到鐵桿 就四十度啦 當然是要以測這個 布面為主啦 那由於今天的風特別大 所以說這個 效果 大概就是 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沒有風的話 那差距 肯定更大的 原始的溫度是 五十六度 然後 我們 後來 蓋了這個 里伯格熱膜之後呢 變成 四十六度 就有差了十度 那 別小看這十度 這十度 就是影響非常重大 尤其是 尤其是如果沒風的天氣的話 那 溫差又更大了 好 那我們 太陽閃 加上鋁箔 鋁箔 隔熱膜的測試 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